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只羊 这一期的视频有点长,请大家先点赞再观看 上一期的视频呢,好多的评论我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好多人说,裂这么多一定亏得连渣都没有了吧 可能有一些人对于裂多的石头呢,存在一定的误解 一块石头它的裂多确实是它的缺陷没有错 可是这块石头呢,它有100多公斤 它只要切出两三公斤这样的水路带舍就可以说是胜利的了 一块天然的翡翠原石,你要它数量多,质量又好,又没有什么毛病 就像你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一样呢,几乎是没有的 至于它是赚钱还是亏钱呢,在很多视频里面其实我也是有说过的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还是不相信的 其实我和大家一样,有时候对网络上的事情呢,我也会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所以你不相信我的买家或者是卖家我觉得都无所谓 我把我们自己的石头切割的过程 做成这样原创的视频出来给大家看 是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过程 好的,废话不多说了 大家看到的这一部分的材料呢,就是从这块石头切割下来的 在讲解这些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之前呢,我们来讲一下上期片尾 而达马赛克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一件是这块石头的第一件比较有设计感,又比较素面的成品 它设计的是一个祥云的图案 第一件刚做好的时候呢,就被我们自己的小伙伴,梅老板收入囊中了 随后呢,我们的设计师为梅老板设计了几款镶嵌的图案 我个人呢,是最喜欢最后这个腾云架屋的感觉 可是喜欢美的东西呢,就是贵 梅老板叫我赞助一点镶嵌费 我这么吝嗣的一个人 我马上该会跟梅老板说 往往最美的东西只需要最简单的镶嵌,配衬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才能完完全全突出它的美啊 好的,现在我们来看这块石头的其他成品吧 每一件成品它的颜色还有它的设计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耐心的慢慢看 这是一件颜色比较淡,但是形状饱满的小泥河佛 再来给大家展示一条在水中游玩游的鱼 虽然这条鱼的颜色比较淡,但是它的种我是非常的喜欢 这条小鱼就是出自群豪大师之手 接下来这一件呢,就是王悦大师工作室的出品 因为录音实在是太无聊,所以我必须要搞怪一下 这就是一件梅花路 梅花小路 好的,不逗大家了 我还是继续用我这把低音炮用manman的声音给大家讲解吧 这几件呢,就是毛病算是比较多,需要好好设计的材料 这几件呢,全部都是交给群豪工作室设计的 在设计一些图案之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些材料它的外形 还有它的一些小毛病,能不能避得到 然后再把这些图案决定下来 当然有时候我们做的决策呢,也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每个人它的审美都是不一样 这几件分别的图案呢,就是 蝙蝠,小狐狸,然后一个路头 再加最后一件,出于你而不染的莲花 我个人最喜欢的话就是这一件莲花了 因为它的图案刚刚好可以把毛病毙掉 而且它成品的效果,颜色非常的抢眼 就像是一位一米八的亮仔啊 接下来这几件呢,是魏阳玉舍王悦大师设计的 说真的,我这个南方人的普通话还有巧思音 我自己听了都想笑啊 不过我已经是我们团队里面算是最标准的了 如果其他人出来讲解的话 你们肯定听不出来他在说啥子 这三件分别设计的是一个龙头 一个聪明伶俐的童子 还有一只狡猾的狐狸啊 这只狡猾的狐狸就像梅老板啊 老是想额我出镶嵌费 幸好我是这个聪明伶俐的童子才没有上当 这件呢,就是这块石头里面 最蛮绿的一件材料 虽然实际方案也是画出来了好几个 可是我最后还是用俗的选择了一个如意 我祝福能把视频看到自己的珍爱粉生活里万事如意 这块石头的成品真的是太多了 如果一一的展示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视频十分钟的长度可能都展示不完 最后展示一下给大家看 从材料到成品到卖出 客户他自己镶嵌了两件 嫌弃飘飘的梅花露 果然我们的客户都是比较大手笔的 镶嵌都是好香 至于是川河居 希望写一个石头更美 拜拜 拜拜